情人节与未婚妻李亚男 正是领阵的TVB男星王祖兰 第二天在香港Disney 延开51期大眼亲朋 因为宾客太多的关系 每一桌的人数要应聘成13人 一王子和公主造型 出现了一对新人 在婚宴开始前接受媒体采访 被问到前一天晚上 有没有立即动房时 没想到答案相当尴尬 真的 因为真的不是很方便 说 不是很方便说 昨天睡得非常好 因为这几天都根本没睡 所以昨天就很快很快 我们就睡着了 真的 其实就是因为交代了 所以就我们还是要去 享受第一个情人节的晚餐 但其实根本就像在家里 就是吃完饭就睡 对不对 其实昨天就是一吃饭 吃完饭就马上回家就睡觉 对 真的是很累 说回婚宴本身 由于一对新人早在发起列前 已经宣布婚宴的主题是 童话式婚礼 因此除了现场布置充满童话feel之外 来喝喜酒的嘉宾们也要迎合童话风 其中蔡少芬老公张静 和著名绿叶演员鲁芬的造型 最为累人 非常期待啊 因为已经看到一些人打扮了一些公仔了 就是很可爱 很可爱 对 所以很期待跟他们一起合照 因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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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前参加好多婚礼 就是发现一对新人 就在拍照照待一些嘉宾的时候 就要站两个小时 很难过 但是我们今天呢 就觉得不会难过 因为我发现每个嘉宾都会给我们惊喜 那我们时间就会过得开心一点 会笑得自然一点 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嘉宾 那么有心的打扮过来 还有一些 我知道 昨天我们就去了一个 有一个卖戏服的地方 然后好多朋友在那边打电话话给我们 哇 这里全部都是你的来宾哦 全部都在这里找衣服 所以非常有心 很期待今天晚上他们的造型 另外 有杂志报道 王祖兰透过这次婚礼 获得包括酒席 婚纱 杜明月和喜饼等多项赞助 虽然他曾大喊把整年工资贴了进去 但其实最后他还倒赚200万港币之多 对此王祖兰继续否认 哎 我花的不止这个钱哦 真的 实在是真的在这件事上面已经 人家怎么说怎么说了 我都忘了 最重要就是今天开心了 对 我都不介意了 我这一年真的 差不多全部人工都没了 真的 几百个不止了 哎 真的 不要紧了 就是钱 钱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今天开心 给我们难忘的回忆 那个就是无价宝了 yes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